又出现一手99 在连续的几手牌中出现了好多次99这种手牌 可以看到大部分玩家都是选择跟住 因为短牌虽然你需要打得很激进 但是这是一个锦标赛 而锦标赛跟短牌的本质 锦标赛的核心策略和短牌的核心策略 反而是相冲突的两个东西 所以这是这场比赛的有意思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在短牌的世界里面 比较少会存在慢打的可能性 大家都会有牌就会尽量想办法的 稍微比较打比较接近一点 慢打太容易被反超了 那锦标赛这边是不是会选择一个加注呢 毕竟要中三条的几率在短牌里面还是比较低的 全都做了一个小的加注 他这里就是想告诉大家 我这里是有点东西的 我们在镜头看过去也看到我们的Brian Kenning正在拍照 这是打扑克的最荣耀的一刻 只有冠军可以拍照 最开心的时候拿到冠军或者打进FT 好想有一个传奇的奖杯 好帅 对 一个一次有一个拍照的机会 现在我觉得传奇的奖杯的那个分量已经在我心中 已经慢慢的逼向金手链了 就是除了金手链以外传奇是我最想拿到的奖杯 金手链其实是很多的啦 应该说金手链是有机会去拿 传奇没机会去拿 不太打这个超高额买入的比赛 因为代价太大 好那我们的server在这边选择跟了一个买卡顺的一个机会 那底次已经来到了15万9 他继续是选择过牌 Juanza选择check这个return 让对手中了一个后门葫芦 后门反超乌葫芦 那势必要支付一个十几万的一个组 应该会下个十二万之类的吧 六万而已 哇 付钱了付钱了 诶 九万导不一定哦 看一下他的毒牌 这个不好毒吧 后门三条的葫芦 那这里其实能打出来对手 炸虎组合太少了 几乎没有炸虎 可是 Corechop啰 对啊 可是你这个勾可能还是要跟的啊 这里跟住的话就是Corechop啰 是视若自己 隐藏自己的手牌嘛 你信不信他这里不一定会跟哦 是有机会盖 可是太便宜了啊 六万可能还是会支付吧 的确是太便宜了 他检查自己的手牌 他这里去跟住真的就只是Corechop了 因为对方可能还有圈死啊 买松头顺的可能性嘛 对 这时候可能是真的是圈死 然后就后门run到了葫芦圈 因为这个下注量太难啦 太难炸虎了 没办法还 最需要跟住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